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它在比赛后期也有良好的表现 毁灭阴影是影魔的招牌技能 也是它优秀打前能力的来源 毁灭阴影拥有三个分技能 每个分技能都会对影魔正前方250范围内的敌人造成300点伤害 施法距离分别为200、450和700 并且冷却时间相互独立 因此如果三次毁灭阴影都能够命中敌人 最多可以瞬间造成98点的范围伤害 影魔的第二个技能是支配死灵 这是一个被动技能 每次击杀一个单位 影魔都会窃取这个单位的灵魂 从而获得额外的两点攻击力 满级时最多可以拥有36个灵魂 如果击杀的是英雄单位 影魔可以一次性获得12个灵魂 不过影魔自身一旦死亡 就会损失当前灵魂数量的一半 影魔的第三个技能是魔王降临 这是一个被动光环技能 满级时能够使影魔附近900范围内的敌人 降低6点护甲 影魔的大招是魂之晚歌 这是一个强力的范围伤害技能 造成的伤害与支配死灵直接相关 释放后 经过一秒的吟唱时间 影魔会向周围1475范围 释放出数道冲击波 每一道都能造成160点伤害 并降低敌人25%的攻击和移动速度 影魔每储存两个灵魂 就能放出一道冲击波 所以魂之晚歌可以最多放出18道冲击波 不过 敌方单位距离影魔越远 他们所受到的伤害就会越少 值得一提的是 当影魔死亡时 即将损失的灵魂将会自动转化为冲击波 放出 效果与魂之晚歌相似 并且不会使大招进入冷却时间 感谢收看本教程视频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请一部英雄资料库进一步学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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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